第六集 度过了一次生理极限 秦宇跑步就维持在那种 接近于极限的状态 带她跑了一千多米 看到云雾山庄的大门的时候 秦宇达到了第二次生理极限 到云雾山庄了 秦宇心中一阵放松 便要停下来休息 可是身后的赵云星 冰冷的声音却响了起来 跑到炼工厂 赵云星没有丝毫气喘 甚至于连声音都没有丝毫起伏 常人单单走路登山 都是气喘吁吁 她却是连气息都没有一丁点的变化 秦宇没有说什么 而是一阵阵急促的呼吸 秦宇咬牙一口气 终于跑到了炼工厂 一到炼工厂 秦宇便感到双腿发软 累得难受 便要坐下 站着 不许坐下 赵云星身形一闪 就到了秦宇的身前 淡淡地看着秦宇 脸上表情和上下山之前 没有丝毫区别 秦宇靠着骨子里那股傲气 硬是让自己站着 就那么看着赵云星 赵云星点点头 能够跑了下来 你也能够感到生理极限了 很好 一次性坚持了下来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赵云星的弟子 赵云星的话 意思很明显 如果秦宇跑不完 估计赵云星便会直接离开 不再教导秦宇了 秦宇只是看着赵云星 不是他不想说话 而是此刻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是第一次跑得如此距离啊 一切外工 或铁沙掌 或铁腿工 或其他 皆是锻炼身体某个部位 让其监狱钢铁 攻击力惊人 都属于攻击的方法而已 不管什么外工 身体才是根本 身体也是基础 一个速度快如闪电 力举千斤的人 修炼任何外工 都肯定要比一个劳病鬼 要厉害得多 赵云星侃侃而谈 秦宇此刻弃也传缓了 听得赵云星如此说 当即道 老师 这我明白 身体是根本 好的身体 就是一块普玉 雕刻出来 也要好得多 而弱的身体 则是一块杂质玉 即使手艺高超 那也成不了 好的玉雕的 赵云星脸上 难得有了一丝笑容 很好 明白就好 我教你的时间 只有一年 这一年之内 我会从身体的 各个方面训练你 速度 力量 柔韧性 爆发性 抗击打能力等等 让你的身体不断蜕变 至于攻击之法 我不会教你 我只会教你 将身体训练到 完美状态的方法 至于如何使用这身体 攻击人 杀人 你自己体悟 我的训练方法就是 极限训练法 刚才跑步的时候 想必你感受到了 生理极限的存在 不过 和我的训练相比 那只是小儿科 当然 你可以选择放弃 你选择放弃 我也轻松了 我的那些兵 可比你这个孩子 要坚强多了 赵云星看着秦宇 冷漠地说道 秦宇眼中坚定 极限 秦宇确实感到了 自己喜欢上那种 超越极限的感觉 是的 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老师 开始吧 秦宇昂然看着赵云星 赵云星眉毛一线 惊异于这个弟子的 心性之坚韧 脸上有了一丝 满意的笑意 可是秦宇却忽然苦着脸 眨巴着眼睛 看着赵云星 可怜兮兮地道 老师 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 刚才饱得真的是好累的 咱们先喝口水 然后再泡泡温泉 再让汪爷爷帮忙按摩一下 肌肉真的是很累的 赵云星一睁 脸上的表情凝固了 这时候赵云星的表情很精彩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哭笑不得 在训练你之前 我必须让你明白 我的训练之法的精髓所在 一年之后 即使我回去 你也要按照我的训练功法 继续训练 赵云星冷峻着脸 盯着秦宇说 听到精髓二字 秦宇眼睛立即发亮 聚精会神地仔细听讲 放眼天下 外公之道无数 然而大多数训练之法 却是走上了偏道 赵云星淡然说道 此刻的他 仿佛一个帝王一般 指点江山 将其他外公修炼之法 批评得一文不值 秦宇 你记住一点 修炼外公 必须研究头医道 医道 秦宇心中虽然奇怪 但是依旧记载了心底 人为什么要修炼 第一 就是为了健康长寿 第二 就是让自己的攻击力 更加强 修炼外公之人 想让自己的拳头 腿脚 坚弱金刚 的确 他们做到了 可是 他们的拳头是硬 能比得上一把 玄铁炼制出来的 战刀坚硬吗 秦宇听的眉头 深锁了起来 玄铁 比较珍贵 炼制出来的武器 也比一般的 铁制兵器 锋力坚硬得多 玄铁 战刀的锋力 绝对是超过 外加高手的拳脚的 比如那个蛮洞嘛 已经达到了 锻炼力量的巅峰 他的力气适当 肌肉势强 可是 他的速度 相当于高手而言 却是慢了 我只需要一柄匕首 可以在刹那间 割断他的喉咙 赵云星冷然道 身上自然散发出杀气 秦宇此刻 根本不怀疑赵云星的话 反而眼睛更亮 盯着赵云星 听着每一句话 研究一道 可知道人体肌肉 过百块 各自有各自的功用 而如果单单训练一处 会造成不好的结果 力量大 速度却慢 或者 手脚是强 可身体不够灵敏 速度是快了 可是身体强悍程度 确实不够 赵云星侃侃而谈 秦宇此刻 完全明白了赵云星的意思 当即兴奋道 老师 我明白了 是不是要锻炼所有的肌肉啊 不 即使你想要锻炼所有肌肉 你知道如何锻炼吗 秦宇恶然 全身肌肉那么多 要锻炼到每一块肌肉 那可不是单单实践 就能做到的 那是需要经历过 不知多少代人的研究 才能达到 更何况 即使有这个办法 那也是不可取的 所谓 刚柔共济 外功一到 也是如此 不可单练一处 同样 也不可以胡论吞藻 什么都练 最后反而会因为 精力分配不够 导致一事无成 听到这儿 秦宇迷糊了 单单练一处不对 全部地方都练也不对 那练什么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星辰变》 由喜高公子和玄九 为您播讲 一个完美的身体 力量要强 坚韧性必须好 爆发力必须强 速度要快 反应要灵敏 抗击打能力要强 赵云星一连说了 如此多的要求 秦宇一时间傻住了 这么多要求 那该怎么修炼呢 赵云星看到秦宇 那傻眼的样子 难得笑了笑 别担心 我自有办法训练你 秦宇脑中忽然想起了 那鹰爪王 或者铁腿高手 那一爪子 就能轻易捏碎 青石 那是多么恐怖的 指令啊 可是 这赵云星 为什么没有说 要训练局部的锻炼呢 老师 为什么不像 鹰爪宫什么的 锻炼手脚呢 赵云星听到 秦宇的发问 反而很高兴 秦宇 你说的有道理 比如鹰爪宫 铁杀掌之类的功夫 要修炼的话 必须锻炼指令 除此以外 还需要经常涂药酒 让手掌吸收药酒的药力 加上不断的锻炼 让手掌犹如钢铁一般 秦宇听着点点头 他也看过 外宫修炼的方法 的确是不断锻炼力量 同时 外徒药酒 好让手掌 坚硬知己等等 可是如此锻炼 简直是笨蛋所为 赵云星陡然骂道 对此训练之法 很是不屑 老师 鹰爪宫很厉害啊 为什么是笨蛋所为呢 秦宇虽然比同龄人 成熟许多 却依旧只是孩童 他可是看到 鹰爪宫和铁沙掌的厉害 无法明白赵云星的意思 赵云星傲然道 鹰爪宫 铁沙掌 用了那些甚至于 带着毒性的药酒涂抹 然后让皮肤完全僵化 连疼痛都感觉不到 简直成了一件手套而已 秦宇 你看我 赵云星伸出了右手 他的右手平滑 甚至于有着白嫩的感觉 只见白光一闪 一双接近透明的手套 就出现在了赵云星的手上 赵云星淡然道 天蚕丝套 虽然也算比较珍贵 但是也属于凡物 和玄铁一个级别 只要舍得花钱 就可以得到 秦宇生在王府 自然知道 许多物品 比较俗的 就是钢铁等常见的 而天蚕丝 以及玄铁等 虽然不多 但是依旧算不上宝物 宝物 一般都是从 无边洪荒中获得的 比如 无边洪荒中 一些极为厉害的 妖兽 那些妖兽有的 比仙天高手 还厉害 甚至于 超过了上仙 那些妖兽的皮毛 或者爪子 尖角等等 那才是顶级宝物 这天蚕丝 虽然韧性一般 可是 也要比 鹰爪王等人的 手掌坚韧 赵云兴 取了一块青石 右手用力 便轻易将青石 捏成了粉碎 甚至于 比鹰爪王 捏碎的 更加彻底 赵云兴 看着秦宇道 秦宇 指力上 我不比鹰爪王弱 指力要锻炼 可是 却不能让手上皮肤 变得僵化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秦宇点了点头 但是 反过来疑惑道 哦 老师啊 你的意思是 保护好手掌 不让手掌 像那些 练铁砂掌 鹰爪工的人一样 练成那样 可是 这么练有什么好处啊 还有 身体呢 难道 我要穿着铠甲 跟人厮杀 赵云兴眼睛泛光 赞许的点头 教一个聪慧的弟子 就是轻松的多 许多事情 一点就明 保护好手掌 不让手掌完全僵化 是为了攻击 手掌可以握刀 握剑 用各种武器 将手掌保护好 让手掌的触觉 保持在完美状态 是一个高手必须的 甚至于许多高手 每日都用牛奶来泡手 听了赵云兴的话 秦宇顿时恍然 攻击还是要用武器的 刀剑等都是需要手的 一个触觉达到完美状态的手 和一个完全僵化 没有痛觉 没有触觉的手相比 自然控制起刀剑来 会更加精确 杀人 或许就在一点之间 容不得丝毫马虎 赵云兴接着说 至于腿 爆发力必须强 速度要快 而且要灵敏 无论是高手战斗 还是在千军万马中 如果你双腿快到极致 灵敏达到一个恐怖的地步 甚至于在千军万马之中 不会受丝毫伤害 腿 决定一个人的身法 速度爆发力 反应灵敏当然很重要 秦瑜此刻愈加兴奋 他似乎看到了自己 如同幻影一样 闪烁在千军万马之间 杀人只是挥手之间 敌人却是碰不到自己丝毫 这便是身法 这便是速度 腿的确重要无比 同时 手要灵活 又要快速 力量不如腿 却可以吃武器肆意攻击 而腿部 本身肌肉力量就大于手臂 攻击力极强 而且决定身法移动 两者都是重中之重 而身体躯干 则是核心主体 第一次训练 赵云星却是在向秦瑜 灌输他赵云星自己的训练方法 最基本的精髓 最原始的原理 秦瑜仔细听着 将赵云星的每一句话 都深深地刻在脑海深处 谈了近乎一个时辰 秦瑜完全明白自己老师的训练方法的原理 同时秦瑜心中也愈加佩服赵云星 他完全能够判定出 如果按照赵云星的锻炼方法 绝对会锻炼出一个完美的身体 力量 速度 灵敏 柔韧性等等 完美协调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锻炼出一个完美的身体 而后再训练攻击 杀人 以及其他的手段 有了好钢 还担心练不成好刀吗 而后训练便开始了 东兰山云雾山庄 数百米之外的一个 美丽的圆湖旁 赵云星站在湖边 在他的旁边有一个机械摆钟 这机械摆钟是 鲸鱼机关之道的高手造出来的 因为制造过于繁琐 只有贵族人家才会拥有 摆钟24个小时 12个时辰 每个小时60分钟 快 游快点 赵云星冷然说道 在圆湖中正有一道身影 不断地游着 那正是金鱼 按照赵云星的说法 游泳自然普通 却是培养身体协调性 以及柔韧性的 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所以 秦宇被命令 在圆湖中不断地游着 好久停下来啊 秦宇咬着牙 不断地挥着手臂 双腿也协调地拍击着水 她已经游了十个来回了 这圆湖一个来回 足足有两百米 十个来回就是两千米 秦宇过去经常在 西院中泡温泉 温泉中央也很深 秦宇经常在其中游泳 游泳技术也很高 可是如此不停地游 而且在规定时间内游玩 对秦宇来说 那就是太痛苦了 腿酸手臂发酸 脑袋发胀 父王 一想到自己父王的笑容 秦宇便咬牙继续坚持着 即使已经到了极限 可她依旧不断地坚持着 快 再快一点 赵云星没有丝毫感情地 冷漠催促道 秦宇眼中有着一丝狠色 死死盯着前方 听到赵云星的声音 秦宇心中不断要求自己加快 就在这个时候 秦宇发胀的脑袋 陡然稍微疑疹轻松 双臂和双腿 似乎再次有了力气 秦宇清晰地感受到 从身体之中 竟然又产生了一股力气 这股力气 不知道从哪里来 却自然产生了 秦宇眼中有着一丝兴奋 超越极限 她享受这样的感觉 每一次超越生理极限 已经没有了力气的身体 却又从身体深处 再次产生了一道力量 她甚至于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那是身体深藏在深处的 一种潜能 好 慢了三分钟 赵云星看了那机械摆中 淡然说道 秦宇艰难地上了岸边 此刻她已经不能动了 特别是双臂 根本无法动台 颓部也是酸得厉害 秦宇就这么喘息着 紧力地呼吸着 清新的空气 努力让自己快点恢复 你慢了三分钟 现在就罚你 从这里跑回西院 然后在西院练工厂 空手深蹲一百个 从这儿跑回西院 秦宇气喘地 几乎说不出话来 难以置信地看着赵云星 此刻她的腿 根本就走不了路了 这赵云星竟然还让她跑回去 还来一百个深蹲 你有意见 我有意见 超越人体极限 是可以锻炼身体 可是 如果超过的太多 我的身体会垮的 我感觉已经到了极限了 现在不能再继续锻炼了 老师啊 刚才游泳的时候 我已经违续两次 感受到那种极限了 我感到自己 自己已经无法再经历一次极限了 我是老师 我的命令 你必须服从 如果你感到我的训练有问题 不想进行训练 我可以立即离开 你这样懒惰的弟子 我可不在乎 秦宇脸子 微微一变 而后 秦宇看了赵云星一眼 深吸一口气 努力地催动着双腿 跑了起来 第一步跑的时候 腿胀得要命 酸得厉害 可是跑了一会儿 腿反而有了力气 秦宇心中震惊 后面的赵云星 看着她 嘴角有着一丝笑意 这个小子 难道我还判断不出 你真正的极限 游泳的时候 你手臂用力 可是比腿大多了 腿上的肌肉 本身比手臂发达 手臂都坚持下来了 腿部至少还可以 进行一组训练 一想到刚才秦宇 责问自己的模样 赵云星心中 便笑了起来 这个小子 赵云星笑着摇了摇头 跟在了秦宇的身后